上課囉 陳醫師,我今天來 其實有一個非常難以啟致的問題 我這是耳鼻歐科,不是泌尿科 沒有,是跟心靈上面有關係 你說過看 但就是我最近跟女朋友出去玩 她發現了我一個 以前我自己也不知道的事情 就是我睡覺的時候 打呼好像很大聲 對,那她跟我說 如果我打呼再這麼大聲的話 她就要跟我分手 所以我就來找陳醫師 真的喔,小夏你今年幾歲啊 我今年24歲 沒關係,人生還很長 不要啦,不要 不要,不要 真的,我想你這個問題是自豪 我知道這是真愛 真愛的話,第一個 女朋友應該會忍受你打呼 第二個 就是你 要下定決心把打呼自豪 這個才是真愛 女朋友忍受我打呼嗎? 可是我覺得 全世界會忍受人家打呼這麼大聲的可能只有我媽了 怎麼說 因為我爸也打呼超級大聲 對,就很像印表機開著在迷你運轉 印表機開著 對 對,我想你爸打呼 應該也會有中斷的現象 對 對 對,就是他會呼吸等到一半 打呼打到一半然後突然停住 對 然後再來就 一聲很大聲 對 沒錯,應該就是印表機壞掉又重新再運轉這個樣子 對 這個其實你爸可能有一個呼吸 睡眠呼吸中止症的現象 對 然後他的一個很大的特色就叫打呼 對 就是睡覺的時候會產生一個很大的聲音 你的話 不太確定你有沒有 這個需要做一些叫多功能睡眠檢查 我們才可以確定你的打呼 跟睡眠中止症有沒有關係 對 如果有關係的話 可能就需要進一步的治療 我今天跟你講一下 我要怎麼幫你 好 對 第一個我們要解決你打呼的聲音 對 就是要從你的鼻子 嘴巴喉嚨開始著手 我們要先檢查說你到底哪裡有問題 第一個 這是我們的側臉的模型 這是我們鼻子 就嘴巴 舌頭 喉嚨 氣管 我們正常人在呼吸 睡覺的時候是躺著的 對 第一個 我們從鼻子吸進去 會經過鼻腔 再到喉嚨 會經過後面的咽喉 最後吸到氣管裡面 可是呢 如果你中間 有一部分有阻塞 就像我們的水管啊 你如果水管很大管的時候 你空氣吹過去基本上沒有聲音 可是如果變得很窄 你空氣吹過去是不是會有那種風切聲 就像你 開車就是開車走高速公路的時候 你窗戶打開一點點 然後就會風切聲很大聲 對就是你呼吸的時候 經過一個狹窄的氣道的時候 它的聲音會變得很大 所以哪邊地方會可能有狹窄 第一個你鼻子 台灣是一個雅熱帶國家 所以鼻病人超多 打噴滴流鼻水 鼻塞的人很多 你鼻塞的話 晚上就沒辦法用鼻子呼吸 你就一定要用嘴巴 對不對 那嘴巴 你從嘴巴吸氣進去的時候 一定會去震動到你後面的喉嚨 這個叫軟餓 對 然後就會 會很大聲 就是因為 這個地方在震動 肉在震動的時候就會產生音波 對 震動的越大 音波就越大 你打呼聲就越大 所以第一步一定要讓鼻子通 第二步就是我們要 還原你整個 喉嚨的呼吸 所以 如果你嘴巴張開呼吸的話 除了這個軟餓 會震動之外 你的舌頭也可能因為 所以 你嘴巴張開 然後太軟 然後往後倒 倒下來的時候 有可能又會讓你的氣道更加狹小 這時候你的呼聲也會很大 嘿 甚至 像你爸那個樣子 軟餓 跟舌頭 完全的塌下來 塌下來的時候 就整個呼吸道都被塞住了 這個就叫做睡眠中止症 所以 我們從鼻子到我們的氣管 中間 有任何一個地方 有產生阻塞的話 就可能產生叫睡眠呼吸中止症 阻塞型的睡眠呼吸中止症 對 所以 你如果睡覺會打呼 你不一定有睡眠中止症 不過 有睡眠中止症的人 通常都會打呼 對 它是一個特徵 所以你爸爸可能需要去做一個 跟你啦 可能都要去做一個詳細的多功能睡眠檢查 來確定說你們到底是只有打呼 還是有睡眠中止症 還是有睡眠中止症 打呼不是病 可是睡眠中止症就是病 對 因為打呼其實 它只是 你還是有在呼吸啊 它只是有聲音 吵到的是你的女朋友 對 這個會造成夫妻失和 所以還是去 還是需要治療啦 對 可是呼吸中止症呢 對於你本身 就可能有一些很多負面的影響 因為它會怎麼樣 你晚上睡覺的時候 吸不到氣 所以你身體的氧含量會下降 有些人 我們正常的氧含量是100% 我曾經看過 有些人呼吸中症真的太嚴重了 甚至會到五六十 就剩下一半的氧含量耶 會缺氧 對 身體會缺氧 所以你身體缺氧的時候 你全身的組織都是缺氧的狀態 那很多疾病就從此而生 會產生什麼 第一個 失智 腦部缺氧 第二個 心血管的問題 糖尿病 也會有 也上升比較高 然後再來就是 癌症的機會也會比較高 對 然後最近有研究發現 你有呼吸中止症的話 你的視力跟你的聽力 都可能會下降 真的耶 所以 治療好睡眠中止症 第一個 眼睛看得比較清楚 聽得比較好 然後 糖尿病高血糖心臟病 機率都會比較好控制 再來就是癌症機率也會下降 對 所以 好好的去治療它 因為它會造成全身的一個疾病 因為全身都會缺氧 所以全身都容易出問題 對 所以 我建議你跟你爸要去做 去醫院睡管上 做一個多功能睡眠檢查 然後才能知道說 到底是什麼問題 對 對 對 睡眠中止症 又有分 輕度 中度 跟重度 對 它的治療方法呢 也很多 常常有人問我說 醫生可不可以靠吃藥 就把打焊治療好 對啊 那多方便 基本上不太可能 對 除非你是 你有一個地方阻塞 可以靠吃藥 或者是藥物控制 就是你鼻子 你鼻子如果鼻塞的話 我們可以用一些藥物 讓你的鼻子比較通 你的睡覺就會變得比較順暢 對 那至於像舌頭跟軟餓 或者是一些喉嚨的肌肉鬆弛的話 這個就沒有辦法用藥物 有的是需要手術 或者是戴牙套 因為有些人是 小時候長的鼻塞長的 顏面部長的比較不好 反而 讓你的下巴變小 下巴變小的話 舌頭就會比較容易往後壓 對 這時候長大之後 反而會因為下巴變小 容易產生睡眠中止症 這是結構上的問題 西方人跟東方人你猜 誰比較容易打呼 西方人跟東方人 對 感覺是東方人 為什麼 可是西方人很多都很胖啊 欸對 胖子比較容易打呼 對 那我猜西方人好了 沒有是東方人 我被你移動了 因為 他們的第一個 也那個 大家是不是覺得 混血兒很帥 然後很漂亮 鼻子很挺 然後五官很深 他們的五官就是比較立體 相對的就是骨頭發育的比較好 對 阿我們的臉就是 比較平面 比較平 對 簡單講比較平的話 我們嘴巴裡面的空間就比較小 所以你的舌頭就很容易也會被往後壓 所以東方人的話 就是因為構造的異常 反而以後 比較容易有睡眠中止症 所以 要怎麼解決打憨跟睡眠中止 第一個 泡藥物 然後軟餓跟舌頭呢 我們可以用一些肌肉的訓練 這是比較 沒有清晰性的 就是像我們一般 我們現在健身很風行嘛 對 大家都會健身 然後有六塊肌啊 什麼全身都練得很 很棒 可是如果你一沒練之後 馬上就動掉 我們舌頭跟嘴巴也是 現在很多吃東西都很快 然後 跟年紀的有關係 就是年紀大我們肌肉也會鬆弛 阿吃東西吃太快 舌頭也沒有怎麼再動到力 所以 如果 因為這樣子讓肌肉鬆弛的話 我們也可以用一些舌頭的運動 然後來改善我們睡覺時候的呼吸道 再來就是可以做一些牙套 牙套我們把那些小下巴 把舌頭這裡 這個下汗骨 往前拉 後面呼吸道就會變得比較通常 這樣睡覺的話就比較不會打呼 另外最後一個方法 就可能要帶呼吸器 呼吸器就是可能就是有一個管子 我等一下講就是像大象一樣 然後有一個面罩 蓋在你的鼻子跟嘴巴 晚上的時候一直送風 到你的鼻子跟喉嚨 這樣睡覺 這些都是一些比較沒有清晰性的 改善你的打呼跟睡眠中止 再接下來就可能是需要動到手術 對 手術有包括就是像第一個鼻子 根據你阻塞的部位不同 鼻子 軟餓 舌頭 跟喉嚨上面這個 這叫那個會驗 有些人會驗會因為太軟 然後被睡覺的時候 會被吸進去氣管 導致你睡眠中止 這個也有可能產生 然後根據你阻塞的部位不同 每個人會去有一個不同的手術的去做一個改善 對 所以你來請我幫你看的時候 我可能要做一點點的檢查 才有辦法知道你到底是第一個 到底是打憨還是睡眠中止 如果是睡眠中止 有手術方法可以選擇 或者是其他 像我剛才講的戴牙套啊 或者是戴呼吸器之類的 然後如果你是只有打憨的話 可能也可以做一些比較輕微的 沒有那麼侵入性的手術來改善 對 所以我們第一步就是一定要做檢查 接下來我們再談討論說我們後續要什麼治療 對 沒有關係 為了我女朋友我來找陳醫師檢查 沒有我還以為你會說你要換一個女朋友咧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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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沒有要被他殺掉 OK 那就我先幫你安排 轉轉我們去醫院睡一個晚上 只有你自己睡喔 故事沒有陪你睡 喔喔喔喔喔喔 OKOKOK 沒有陪你睡 下課囉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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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